手机稳定器 喂,你也来面做吗? 我们要来开箱手机稳定器 OM4 耶,第一次开OSMA 我跟你讲,我自己是一个蛮抗拒手机稳定器的人来了 但是我受到DJI的邀请的时候,我则是很纠结 高底该怎么拍啊 我要尝试一下,人要勇于尝试,OK? 手机稳定器一定要配一个手机才可以的 所以今天整支影片呢,我们都会搭配 华为的P40 Pro Plus来做这个测试 首先我们来看两个视频,左边呢就是P40 Pro Plus 右边呢就是P40 Pro Plus加稳定器 有不同吗? 诶,等一下,其实现在的手机stabilization 越做越好,真的还需要稳定器呢? 这个问题呢,影片的最后才会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看OM4的新功能到底有什么 如果你有用过前几代的OSMA Mobile 你一定经过这样的 把手机装上去手机夹,调屏,开机,找构图,开始拍 我要拍的东西,走了咯! 这个东西真的很心累,就是平时我们拍一些一刹那的东西 比如说动物啊,动作啊,小宝宝啊 我们用手机就是要快要简单啊 但是你用完手机之后,你还要一直在那边调屏,搞个半天这样子 这个东西真的很鬼师心累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蛮抗拒手机稳定器的原因 但是到了OM4这一代 这次加入了自动调屏这个功能 只要把手机夹在中间一吸,马上就可以拍了 这样就可以省下很多调屏的时间咯! 另外呢,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新功能 就是OM4取消了一体式的设计 现在变成了可拆卸式! 像之前用前几台OSMA Mobile的时候 你装了手机上去,基本上你除了拍摄,你什么都做不到 有人打电话来,你这样接 有人会等你,你这样打字,要么搞错啊! 那来到了OM4,这个稳定器本身跟手机夹 是可以分开的 分一! 只要慢慢的把它们靠近就可以咻!吸上去了 是用磁吸式的哦! 所以如果拍东西一般有人call来,你拆下来听 拍东西一般有人whatsapp来,你拆下来恢复 拍东西一般有人叫我去吃鸡 你一个反手看我直接进Game 我第七八倍都掉,还可以勾住我手臂听 方便咧! 它的这个磁吸度,是一个女生都可以拆得下来的力度 我示范一下 它不会太难吧! 所以你是不是想要问我,这样它这个情况会不会很容易 手机就掉下来刷一磅咧! 我们来测试一下吧! 每个次模样一样 第一次模仿 第一次模仿 第二次模仿 你连紧些 你连紧了吗? 嗯... 那我再来 好,你没有拍电 好,你没有拍电 我刚才忘记开电,原来 OK 来 这样子都没有跌 可以耶 经过一番龙争互动 人山人海的摇摆之后 手机夹还是可以稳稳系住 证明OM4的磁吸师是很稳的 OK 看完了基本性功能之后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规格参数 OK 接下来就要回答刚才大家问的问题 就是我的手机的Stabilize已经很紧了 为什么我还要买Stabilizer 就是手机稳定器 OK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回答大家 就是手机的Stabilize 跟稳定器的Stabilize拍出来 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手机的Stabilize是很稳了啦 但是你只是你手拿着我 你太大的动作 太pattern的动作你是做不到的 比如距离短短的拍摄 当然大部分的手机手持都可以做到啦 普通走路一点点的小跑步 稳定性比较好一点的手机 也是没有问题的啦 但是如果是大动作的 像是上下斜坡走楼梯奔跑 跳起来你就必须要靠稳定器了咯 所以说稳定器主要是在创作性上面 你用稳定器拍出来 是可以拍出很多不同的大片feel 那配合买Apps的软件咯 你的可玩性跟发挥空间就很大 是单单手机做不到而已咯 比如说DJI的这个Apps里面 就有一些effect像是动态变焦 这个是在电影里面很常会看到的一种效果 目的咯就是为了营造出一种紧张感 那OM4的这个effect咯 还可以选择背景靠近 还是背景远离两种button 比如我选背景靠近 在screen那边框起你要的目标 按下开始录制 然后你的身体慢慢往后推 OM4就会自动lock那个目标起来 然后实现变焦放大的感觉 但是不懂是Android手机还是DJI手机 还没有试骗还是别的原因啊 拍出来就是卡卡的 但是如果是用iPhone的话 其实是蛮顺的 你看 另外呢OM4这次也新加入一个叫做旋转模式的东西 其实这个旋转模式可以拍出那种 Inception 的魔幻feel OK很多人讲呢OM4好像没有什么大改变 不如我们直接买上一代OM3就好了 不能这样讲的 从第二代到第三代就是结构性的改变 那从第三代到第四代就是结构组合的格型 还有抓准痛点去改进 像是第一个痛点 就是有了可裁卸式的手机夹 可以让你在稳定器跟手机夹之间 快速切换自由切换 随你喜欢就切换 第二个呢就是新加入了自动调拼功能 就算是比较重的手机都可以handle的来 真的是省下了很多你调拼的时间啊 第三个呢就是新加入了动态变加还有旋转功能 这样子后你就可以拍出很多话里话俏的影片风格啦 从每一代的产品 其实你都可以看到 DJI一直有针对上一代不好的地方 或者是被 complain 的地方去做出改进 虽然OM4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但是最重要还有在便携性上面大大提升了 重点它的价钱也不贵 599块就买到了咯 所以哦如果你是喜欢用手机来拍摄 但是你又嫌弃手机的文明器不够玩的话 你就是绝对适合购买OM4的人 那今天的影片就要自己结束吧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记得给个like 然后分享出去 然后看很多很多次 我是可人 下次再见 拜拜